主料,毛笋500克,木耳25克,辅量,油,盐,葱,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毛笋包皮,洗净,斜切片备用,木耳提前用凉水泡菜备用,炒锅加入烧开,放入切好的毛笋炒一下,炒锅内入油,烧热,加入葱姜爆炒出味,加入超过水的毛笋,翻炒,加盐,翻炒。 炒入味,最后放入入味翻炒几下,出锅,装盘,呵呵,开始享受吧,烹饪技巧,毛笋一定要先用热水炒一下,否则很容易发苦发色,木耳最好提前用凉水泡好,这样口感比较好,如实在没有时间也可以问谁,只不过用温水的话,木耳炒后有点发烂,口感稍差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